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老太太 我们的祖母 还有我妈妈现在当我爱人 几代人都在从事家庭作坊生产 满营孺孺 可以说她是数百年的工艺传承 与时比较悠久 晾浆是一门技术活 38摄氏度的豆腐口感最佳 对于拥有几十年经验的尹培荣和爱人来说 手就是温度计 晾好的姜用芒允特有的酸姜点豆腐 是芒允红豆腐的关键 流动的液体神奇地转变为固体 再将豆腐切成三厘米的豆腐块摆进五香发酵 接下来需要的是时间 是主角 我是配角 经过三天两晚 豆腐块就穿上了一身绒毛 绒毛的颜色直接决定了红豆腐的味道 这也是尹培荣家红豆腐在芒云几代 小有名气的原因 盐巴 辣椒 当地特有的小锅米酒按比例腌制 豆腐再次发酵 芒允红豆腐就可以食用了 质量过关了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味啊 满营的这个地方特产 所谓现在的称呼满营三宝 芒乳 酱油 美滋酒 按我们的理解 它应该也可以 属于我们满营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尹培荣夫妇总是在满足市场供应的同时 为猛弄香的孩子们准备一道特殊的美食 其中芒允的红豆腐是必不可少的蘸水配料 也是孩子们的最爱 由于父母大多外出打工 对于孩子们来说 这道美食饱含着家的温暖 妈妈的味道 现在芒允红豆腐有了注册商标 古老的地名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牌 一罐罐芒允红豆腐 从这个极边古镇消往边境内外 当地政府以美食作为品牌 带动整个旅游发展找到城市的文化 并从外地请来美术师 将边茂古镇曾经的繁华画在了村里的墙壁上 刀鸟的炊烟升腾在边关古镇 仿佛正诉说着边地人家并不久远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